CAP通訊站最近收到很多觀眾的來信 他們都問每一個藝園最喜歡的是甚麼 每一個藝園?行, 我們以後會慢慢報道 這次先找黃恆壽問一下 喜歡跳舞 不過不是說總綜舞很喜歡跳 總括來說應該是喜歡民族舞 為甚麼你喜歡跳舞呢? 其實是為了貪美 因為我覺得跳舞是一種美的表現 你現在在跳舞 你覺不覺得你一舉手一頭粥 都可以把你全身最漂亮的地方表達出來 再加上服飾、手勢 或者有些雨綫的幫助 你整個人簡直是融化在美裡面, 是不是? 想不到他們的舞蹈也挺有見解的 那倒不說得 不過我覺得舞蹈是一種世界語言 我覺得你不用聽到他或知道他在說甚麼 而你看到他的動作 你感覺到或是你想像到他是想說你 那音樂就能讓你知道他想說甚麼 為甚麼你又不喜歡音樂多點 因為我覺得舞蹈是已經包括了音樂 你有沒有看過一隻舞是沒有音樂跳的 也對, 我這就不夠你說了 不過另外還有學打功夫 那學跳舞為了貪美說得通 那學打功夫又為了甚麼 我一樣是為了貪美 只不過跳舞和功夫所表達的美的程度不同 因為你可以說 跳舞就是油方面的表現 而功夫就是肛和力的表現 你說是嗎? 是, 我完全同意 我還知道你學過很多種功夫 那你喜歡哪一種多點 其實不是學過很多種 只不過為了拍戲的關係 有時候要拍泳春 那我就要學泳春拳 如果要拍太極 那我就要學泰極拳 但是主要來說 我是喜歡北派多點 因為我覺得南派方面 比較注重上身、拳術方面 而北派就是手腳並用花巧多點 那就漂亮一點 那你打不打得呢? 銀幕上面就似無似樣 銀幕下面就… 好了, 又問問你了 說到底你學武道和功夫 究竟有甚麼好處呢? 其實主要是為了演戲 因為學跳舞 就可以很容易控制到全身的肌肉 有時候我們坐下或起床 我們就很容易控制到自己 怎麼坐下是最漂亮的 那譬如如果是學功夫 就是對於拍舞打電影的時候 怎樣擺放的姿勢是最漂亮的 主要是為了貪美 原來黃恆秀這麼喜歡跳舞 還有這麼多理論 不如我們聽聽情迷的演員李振輝 教教自己喜歡甚麼 你好, Robert 你好 一個人工正在這裡做甚麼? 在想甚麼 在想甚麼? 在想地產生意 地產生意? 是的, 最近在美國洛杉磯 我在搞地產 最近又有兩塊地 我準備蓋六間複式 又搞地產生意又拍戲 那你豈不是分身不下? 是的, 所以去年回去八字那麼多 不過現在那邊有個拍檔幫忙 我真的 是的 Robert 話就這麼說 其實拍戲和做生意 你喜歡哪些人多一點? 我兩個都這麼喜歡 一個人兩條衣服 未為多 做戲可以過戲人 做生意長遠計 都可以說是挺實際的 坐吧 趁現在有空 不如跟大家說一下 你的新劇情迷 好啊 我在這個劇集中 飾演了一個維修部的工程師 在觀眾眼內 如無意外 我就是唯一一個好人 所以經常被人租 真的被人欺負 很可憐 還有 佩珊想與我公司的關係 因為我是唯一的董事 即是我其中的董事 想爭奪家產 哦 是的, Robert 那拍完情侶之後 有甚麼打算? 尤其是做過空中非人 不過我也想拍一些好的平術 其實從頭到尾 你看看一個做戲法師有你 對 原來李鎮輝最喜歡的都是做戲 你們猜不猜到 在情迷的男主角謝嫌 喜歡甚麼? 四哥喜歡的有很多 我猜當然要打桌球 因為四哥的技術很好 不是… 我最喜歡駕遊艇多一點 真的 你們不用猜太多了 讓我親身去拜訪四哥 問問他吧 請看擺 你們要用你的機器 是不是 膻骨頭 你找到人會 你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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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找到我 你找到你 就算到你 他早就要找到你 我帶來 我帶你去 觀眾寫上來給我們 也希望你們一家三口齊齊兩上K18 好, 帶一把機會 等我兒子大了會走, 我一定帶上來K18 很快, 小弟居然不疑會走 今天特地來到 不如帶我看你乖乖的亭豐吧 好, 他在房裡, 進來 你好 亭豐 亭豐 你好, 你幹甚麼? 幹甚麼? 你好, 亭豐 他很大 六個半月了, 有二十一磅, 二十九佔高 沒見過, 把你打那麼多 當然了, 吃飯了 小小小子萬事足 平時妹妹一早會不會回家照顧兒子? 會, 我有時在電視牆 可以射回來的時候, 我就射回來看看他們 尤其是有時我拍到幾天睡覺 幾天通宵的話 我又叫老婆帶她去電視牆給我玩 有時在電視牆給我老婆 平時活動甚麼都沒有了 現在活動就跟她在一起了 我回來時, 像親孫的帶她去玩具 帶她去玩具 有時有空就帶她去遊艇會喝茶 渣渣渣 對, 總之時間甚麼都給她 好 這個… 來… 原來做人家爸爸犧牲了這麼多東西 你也有機會的, 但你看到婚你就知道了 是呀 好, 我們出去了 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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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 看平時挺有趣的 四哥, 我知道你平時喜歡潛水和打雨 現在你還有沒有放在這種時候 沒有, 潛水是我這麼多種運動 最喜歡的地方 其實潛水很危險的, 為甚麼你這麼喜歡 因為海底和陸上的環境原著是兩回事 海底你每一個角落都覺得很優靜, 很優靜 當你潛水的時候 你就會將陸上的法國一起拋開 那你至於說到危險 在陸上一樣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潛水的人 就要很冷靜, 靠自己的搬亂來 當你打到雨的時候那種心情 哇, 真是興奮, 真是不得了 總之興奮得了, 很興奮 但危險, 真是很危險 但我知道你已經很豐富 四哥, 你演戲這麼多年 又中又奸又好又壞的角色你演過了 那你心中哪一類型的角色你最喜歡 我真的演了二十幾年戲 至於說哪一類型的角色我也是演過 像最近這部情迷一樣 我又演一個風流踢堂 身邊有幾個女人環繞著我 很多人說我最適合演女戲 那可能我是最喜歡演女的角色 這次有三位美女陪著, 就很嚴覆 你說嚴覆也行, 懷山也行 好像這麼冷天時要下水 你說冷不冷? 不過是值得的 因為我這麼大兒子沒拍到潛水鏡頭 這裡我們拍到潛水鏡頭 拍得很漂亮 而且這個戲也拍得很好 你們看看 一定 四哥就說喜歡演一些風流踢堂的角色 這次在情迷裡面有三個美女周旋在中間 可以說是得償所願 是 情迷從下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七點零五分 就開始在翡翠台播映了 先倒為發, 我們一起欣賞其中的精彩片段 先聽聽聽 羅氏航運有限公司 是一間很有實力的航運公司 在一次海關人員例行檢查 他們屬下的一艘貨船的時候 發現藏有毒品 於是總經理羅伯雄就去調查這件事 我告訴你, 我不需要你認我是女兒 我也不會認你我是女兒 我…你就這麼沒見過我了 就在這個時候, 安素心突然出現 自稱是羅氏家族的一份子 跟羅家有特殊的關係 他的出現目的是甚麼呢 四弟已經過了德, 死亡對職 柯小姐, 你到底有甚麼歷徒 我根本就是羅家人 我不需要向你證明甚麼 我信任你的能力 你要甚麼條件呢 至於總經理職位的人選 魏天恩, 林繼興都有機會 但是董事長羅伯雄 最後竟然編請了一個 跟家族毫無關係的偉文漢 為甚麼他要這樣決定呢 加入你董事局 我答應你, 一年之後你加入總職局 宜靠谷死了之後, 總經理這個位置 除了表姐夫就用我來坐 但是你偏偏找了一個外人來坐 我不知道你甚麼意思 我有分數 爹, 那就是偉文漢逼我負這個責任 上次南亞門那件事 公司損失二百多萬 你也沒有追究過 我畢竟是你女婿 難道我連一個外人都不如 在偉文漢進入羅氏公司之後 環繞在她身邊的 有三個不同性格的女性 而她對這三位女性 都有一份很特殊的感情 我還要你不會醒 我以為千里這麼冷 沒人會說我這麼傻, 沒游泳 就那位小姐 我看她比你更適合 你還認得阿米 認得 應該認得 我記得你們以前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 我們總算有些成績 盡力而為 那就應該慶祝一下吧 羅伯佳先生 在羅氏航運企業有限公司的股權 全部轉歸妻女羅惠珊的名下 及指派羅惠珊成為羅氏機構公司 羅惠珊繼承了產業之後 發現他爸爸的死是有限公司 有很多令人懷疑的地方 但只是憑藉著自己單薄的力量 他能不能夠查出真相呢 還有 在羅惠山身邊 折耳連山莫名其妙的事情 不斷地發生 究竟又表示些甚麼呢 這麼多的謎 又有誰能夠解開呢 這麼緊張懸疑的情迷劇集 在下星期開始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 七點來五分播映的 記得是沒錯的 在廣告之後 阿Lam還會為你們唱一首勁歌 一會兒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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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